我也建议你去问一问美方 请美方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如果你提到的消息属实 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因为这已经不是美方官员第一次 我说的戴引号的袒露心声了 美国政府前高官威尔克森 2018年就承认 美国想破坏中国的稳定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新疆制造动荡 煽动维吾尔族从内部搞乱中国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翻译 埃德蒙兹2015年也曾透露 美国根本不关心新疆人民 他们宣称新疆屠杀折磨少数民族 是为了达到扰乱新疆的目的 蓬佩奥曾公开宣称 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 我们偷窃 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而所谓新疆搞种族灭绝 这正是美国政客 炮制的 世纪谎言 是美方谎言外交的经典之作 当前新疆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这对美国散布的涉疆谎言 是最好 最有力的回击 美方妄图破坏 新疆和谐稳定 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 永远也不会得逞